降到零點 那就不說你佛祖了 憨慑他沒辦法坐了 基本上的慾望 三餐啊 那個多 或者是飲食啊 睡眠啊 基本上的慾望 佛說這個不為過 佛說基本上的慾望 比如說你要休息 你要三餐 簡單的這些慾望 佛說這個不為過 我們在說的是過分的慾望 我們一個月要賺兩萬 竟然要花十萬 這是過分的慾望 所以你想要改善兩個重要的 一個 不可以有忍辱心 要有感恩的心 無論剛才一個人對我們三餐 我們都不可以去信他 你如果有辦法做到這樣 不可以信眾生 真正如果有辦法 我們做法律途徑 大哥 不需要婚姻 憲姻的說 爛 恨他 我們自己八四點鐘自己不清靜 所以真的不得已他給你求得真正 無法把百年來的財產 要相害我們的生命 就訴諸法律 不要恨他 不要報復 走法律嘛 國家給我們一個公平嘛 對 第二 要降低一切的慾望 又懵 又懵 憲恨心會消費我們的功德 而且他會留下來生生世世 造成嚴重的清淨法身的傷害 憲恨會消費功德 憲恨也會遺傳哦 遺傳給自己哦 不是遺傳給兒子哦 世間人研究遺傳血 其實只研究說 精子 肝軟 配合 這叫做遺傳 活法的遺傳不是這樣哦 活法的遺傳 是每一個人的習氣的遺傳 譬如說 你動不動就要煮散 我告訴你 你功夫就必經的 你動不動 你就要用煮散來解決事情 我告訴你 煮散一次 你百姓電廟 都有煮散的意識 後四的人又出事 動不動 他就又要煮散 他就又要煮散了 所以我們這個百姓電廟 就僅僅一個大倉庫 大倉庫一樣 我們不可以動到這個 惡的念頭 動到這個惡的念頭 因果就會 留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沒有辦法磨滅 何況你就去造業 用聲口語直接去造業 所以我們今天 承認心不但毀了別人 最可怕的是毀了自己 是毀了自己 是毀了自己 所以我恨你 你不一定能夠傷害到對方 我說我恨你 你不一定會傷害的對方 我說我恨你 第一個傷害是傷害的我們的心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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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感傷三四年了 人不怕死 人也在躲避 你背面 你開心嗎 要走哪走去 這樣 我恨你 問說 我已經現你三年了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我已經現你三年了 你怎麼又不知道 我還要驚死 所以 因為是第一個傷害的 我們自己 不聰明 不聰明 因為這個八色電動 老了 老了 又是自己要遭殃 生生世世 嗔恨心 各路當 有時候又有病毒爪 嗔恨心當 又有病毒爪 所以啊 以惡嚴重的傷害 我們生生世世的法生會命 千萬不要有嗔恨心 所以修行啊 當修忍辱 忍辱是第一道 修行佛法 你講的再好 不如忍辱 你布施的再多金錢 不如忍辱 你借持的再好 不如忍辱 你再大的精進 不如忍辱 你再大的禪定 比不上忍辱 我跟你說哦 忍辱 忍辱 是釋迦牟尼佛 我最讚叹的 所以在比丘界裡面講 忍辱 第一道 佛說無為罪 出家鬧他人 不明為沙門 釋迦牟尼佛 在比丘界裡面 我一直讚叹 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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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忍辱 但是忍辱 忍辱 要有滴火 我才做主意 我把主意教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这样观察 没有一个尽力的我 因为没有我嘛 没有一个清晰的对象 对象也是数代解空 原生原本的对象 它也是生命法 它也没有一个 让我们想起的重要的事情 用三轮替空 用来关照这个尽力 这是真正的尽力 尽力如果没有滴火 不是真正的尽力 比如说 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空性的东西 没有了解延期身高 你把我求求我 我就 我爱尽力 我爱尽力 不敢这样说 我尽力 我跟你说 尽力就尽力不得了 今天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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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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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空性思想去修行忍辱 这样我们这个忍辱 他这些参佛作共的忍辱胜应 世间的人你说我忍辱 其实他还有我执 一直勉强的忍辱 虽然相当的功夫 这是与道不相应 要跟忍辱要跟空性相应 无我相应 才叫做真正的忍辱 跟无相相应 无我相应 才叫做真正的忍辱 所以说忍辱第一道 佛说不为罪 世间我们的佛说 一切法 修行 就比不上忍辱的伟大 所以能忍乃是出世的大丈夫 能够受尽力那些人 这是真正出世的大丈夫 所以说主委应当用智慧修忍辱 智慧修忍辱 广经老师上开示录 有一段讲得很好 广经老师上开示录 有一段说 说收乡就亲情在拔虚 我们 at cess广elin 我们在收乡就亲情现在 tässä世代我们在收乡就亲情 Jetzt entrant一�цу zie 就是这样,烟一树。 烟什么一树呢? 烟饶, 烟饶的一树。 广君老师开始说, 我们富婆山, 为什么他会做富婆山呢? 为什么他会做菩萨呢? 他就是烟饶,他拼着过。 他有地肥下去烟饶, 所以他没烟到很难。 他喝了得很严慌, 很开花。 很开花。 人家没烟, 广君老师说, 你真正在贪钱。 我们如果太喝了, 就真正在贪钱。 人家比我们没烟, 我们就贪了很多钱。 人家拿钱给我们贪, 我们还没贪, 要喝喝。 广君老师真是了不起。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力量, 动作我们贪钱。 人家把我们贪到更厉害, 把我们吹奉更厉害, 贪布杀无论, 真意一直给你贪, 贪布杀无论贪。 贪布杀无论贪就对了。 贪布杀无论贪。 你贪布杀无论贪。 你有条件人才要给你吹奉。 你没有条件人, 什么人要给你吹奉。 贪布杀无论贪就做反忽了。 我们现在大家就是什么? 做反忽。 贪布杀无论贪。 人家给我们闭一句, 你再给我闭嘴。 喝不论贪。 喝不论贪就做反忽了。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就是一直在这边贪贪。 喝不论贪贪, 知道要喝不论贪,但是无论贪。 无论贪。 无论贪啦。 我只要说两个BQ年的, 两个BQ年的, 一个老BQ年, 认真念佛啦。 南阿弥陀那位, 那条念主, 他不是念佛, 他叫佛祿的, 你知道佛祿的吗? 那条念主要拖来, 念南阿弥陀就抄一半了, 念南阿弥陀就抄两半了。 这一年, 一年, 我经常说他叫佛祿, 我不是在念佛啦, 南阿弥陀, 穿着拔河比, 南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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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在算佛祿的就对了, 他反正他这是过程的动作啦, 他这是穿着基骑, 王庄那样, 哎呀, 那一天, 他不知道在贬术换枝还是什么, 他那条念主, 连伦的念主是什么换枝啊? 换枝, 他念佛念三十几年了, 那条念主换枝啦, 我去看说, 男女士, 你今天, 怎么会不问不路, 怎么在靠啊? 我说你是在靠什么? 我那条念主念三十几年了, 换枝啊, 我说不换枝啊, 你心中会有什么地方换枝啊? 心中会有什么地方换枝啊?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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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念佛念, 念一个, 有感觉那条念主换枝才会靠的啦, 那是不知悔啦, 不知悔, 我说, 你整个资产都换枝没关系, 心中会有什么地方换枝就好, 他说, 啊, 这样对, 这样对, 我现在王基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是, 他可以用心念嘛, 我买一条更好给你咧, 但是, 胖基没关系, 不要紧张了, 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王生了, 小帅, 多少次在做的呢? 6BQ年了, 他只听我一句而已, 一句而已, 一句话而已,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有点厉害的, 我跟他说, 我跟他保证, 他说, 阿弥陀佛, 我如果死你就来, 我王生你就来给他送的, 不用反好, 我说你这地死你不用反好, 我絕對狗, 当当的正经, 我答应你我就絕对狗, 是说我如果生死你要怎么, 他说, 真的不对, 我说不太衰, 一定你生死的, 对对他生死, 真的死的, 所以他说不太快, 晚上没来跟他聊, 第二个BQ年, 我就要赞叹了, 对吧, 第二个例子, 像六句, 有一个BQ年, 他一间当中, 四千几万, 他说, 我哦, 是方法的, 我没有第二句话, 他说我没有第二句话, 说什么, 返给你, 四千万, 这样一句话一吐, 我一吐, 我一吐一吐, 我说世间有这种BQ, 我第一次看到, 我不会看到, 我说你有什么要求, 他说我都没有要求, 我说你没有要求什么, 没有, 我都没有, 当中没有, 他说我不用带, 但没有所谓, 不必, 都没有, 我只能给他写一支大吉拜, 写一支大吉拜哦, 跟财文书讲堂, 小才牌位, 跟小才一四人, 王生了, 一直一直在念, 我说, 你四千万, 一句话, 我没有第二句话, 我叫这个BQ政团, 也没有条件, 你一四个人生死, 帮忙你, 就给你整理, 给你写一支牌, 我给他赞叹, 赞叹, 四千, 就是有那些真正, 也有那种真逢的哈的人, 就是有这种人, 我来说过, 我说这种的保证上品上新, 我也来说过, 我说你百亿年老, 如果没有受企刑, 你赞叹, 我十多九位, 不过他, 他现在五十几年, 我四十四, 不知道什么生死也不知道, 我说教授你赞叹叹, 他说不坏哭, 说正经验, 所以说, 这些时间聚的人, 因为我那里有八十个BQ, 我剃度八十个BQ嘛, 我们一定要教育这个身材, 而且都市, 因为文书讲堂, 都市啊, 某些, 比起来他要静啊, 他喜欢静啊, 所以我现在在鱼池乡, 开五千万了, 开五千万了, 准备要建, 建稻茶, 希望大家, 希望清静一个稻茶, 当然将来的功能,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不晓得, 我们这个南投县立文化中心, 这次已经给我们支持, 这次已经给我们支持, 那么我们跟文化中心, 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这符法说不出来啦, 你说我, 我这样说, 我做佩儀呢, 我这样做佩儀, 我才说多少而已, 说第一面, 第二面, 才说第三面而已, 才说第三面而已, 这符法, 我画不知道怎样, 整整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 因为我看这个看很多, 人家在说, 协副5G, 说协副5G, 我跟你说喔, 这句话, 如果对我来说, 不是这样, 我是协副5TRAC, 因为我看这个看很多, 所以说了, 就做了很多, 就说不了了, 我也一直说给大家听, 就没办, 可以说到9点半而已, 我就没办, 到处就stop, 我就要选择, 要选择, 要选择, 但我是希望, 才知主委, 我们一定要严证, 我们今天这四个人, 在我们, 在世, 会死死的, 我们要冠近死死, 不要够要死的时候, 才在生背乎了, 够死了, 这要叫你们好生做公平, 你背乎了啦, 我没跟你骗的啦, 正经的啦, 又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人, 他很怕他的财产, 他去, 他不要让他们孝小女孩, 是, 这十个人, 走来文书港城, 背乎死, 他说, 什么事情, 我已经, 已经收拾好了, 我说, 你一个, 我是说, 如果在生背乎, 这就最好的事情, 我感谢啦, 如果在生背乎, 我就感谢, 我说, 阿伯特, 他说, 没有啦, 我有一间房子, 在那个, 我先公路县, 两楼啦, 我, 他言输真好, 我说, 我如果死, 好事, 都不能赢, 我都给你了, 你看, 我说, 你今年几月, 他说,我三十里啦, 我说你三十里, 我四十月, 我在担你的宅子, 我要担你的宅子, 我要担你的宅子啊, 让人宅子给人, 我又担你的宅子, 才要让人的啦, 对吗, 如果我生死, 就知道, 不然, 我给你, 那种的保持, 就是啊, 有所得, 那不是受刑,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了解, 这个世间的基障, 了解世间不可抵, 在世, 你做你自己做的工作, 不能贪得, 一切事业, 会记得拼死命, 人真念果啦, 这样齁, 老板老爷爷再来啦, 老板老爷爷再来啦, 老板老爷爷再来啦,